大家好 歡迎繼續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的4月10號 星期五的早上時間 接近中午了 其實都已經 這裡有我許留山 還有另側了面的給我背影大家看 又回來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大家看看畫面 為什麼額有朝天骨 眼中有靈光 珍必思的眼睛 這個頭是發光的 他的眼睛好似好似星星發光 因為酒店房間對著大露台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看著外面 所以額有朝天骨 其實我頭髮是很多的 別以為我光頭 其實我是有頭髮的 我不是馮檢基 我不是囚 馬來西亞馬來近 大家好 還有紐西蘭以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加拿大家燦生 大家好 好 記住大家Like這段影片 有些什麼想發表要發火的 大家聽完這一節應該都會發火的 儘管留言 向這位郭榮鏗說多幾句 追著還有Like我們的 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留言 Like 聽影片 訂閱 什麼都好 這一節剛才都輕輕帶過 我們的主腳就是郭榮鏗 我經常講這個人 因為我其實比較不忠 我寧願你是 就算你爛搭搭也好 怎樣都好 你是一個好人 其實沒有問題 我最討厭一些就是衣冠楚楚 但是做完的行為還是怎樣呢 是飛禽走手都不如 這些我最痛恨這些人 這位仁兄 原來是跟加燦生同一個國籍 會不會有少少影衰了你呢 覺得加燦生 有少少了 是出乎我意料的 原來是 他愛城七世 愛城之城 愛城之城 有人叫做愛民頓 我只知道很冷 是很冷的 我有親戚在那裡住 我還有親戚在愛德華王子島 這樣 是一個比冷的地方 我沒記錯 是 冷又冷的好 熱又熱的好 看看你自己喜歡怎樣 如果有些人搞到 像郭榮鏗這些 搞到香港這樣搞法 就真是 冷又好 熱又好 真是上火了 今早一打開新聞 其實應該是昨天的了 這宗新聞 今天 可以說 我們昨天不說 等整件事發酵多一點點 或者看主腳 郭榮鏗有什麼回應之後 我們今天才一次過做節目 去探討 或者去逐層逐層解決一下 究竟問題在哪裏 建制派其實昨天 就開了一個記招 以立法會議員為主 一齊譴責郭榮鏗攬 其實這件事 原來前前後後都搞了半年 有關於立法會裡面的內委會選政府主席 公民黨的郭榮鏗 在這個會議上 在這個會議上的一個主持會議的主席 他拖延了這個程序 搞到由去年的10月到現在開了14次會 都仍然未能夠選出了這個主席 令到這個內務委員會 就沒有辦法正常這樣的運作 其實都是挺可怕的事 去上年10月到現在都挺可怕的 停了這個叫做內務委員會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那有什麼影響呢 可以說一點點給大家聽 那就說了 立法會其實都因為這樣 可以說叫做委員會方面 完全是停擺的 有14條 有成14條的法案 就是因為未能夠決定成立委員會去審議 成立委員會去審議 也都超過80條的附屬法例 未能夠在這個修訂期限裡面 經過內會的決定 成立了這個小組委員會去跟進的 其實都是挺可怕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郭榮鏗 為什麼要整個選主席這個問題 要停擺呢 很明顯 他也是講一些什麼訴求 又是一些什麼政治問題 又是什麼政府不回應市民的訴求 所以就要把這個選主席的問題 是呀 其實這件事挺好笑的 其實都不可以用人的笑 其實是很可恨的 很可恨的 就是借阿芒哥的句話 我借他的句話 不代表我支持政治立委員會 他說什麼議會空轉 現在就是了 不過不是純粹議會空轉 他們現在是這個郭榮鏗是濫權 因為他是用權是不公正 他說自己依法用權 可能是根據法律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絕對是不公正的用自己的權力 那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憤怒的 就是你得到一些選票 那你其實在議會裡面 應該有的所有權力都好 始終都是要用來為市民去謀福你的 或者默含福的 全部都沒有 他這個是功能組別的議員 究竟我想問一下法律界的人士 是不是真的支持他 這樣搞到議會空轉呢 現在他們是令到你們整個功能組別 變成了一個失去功能的組別 功能障礙這些是不是 功能障礙 是啊 產生障礙 那不知道是他們的 不知道BFORP的可能性失調 要找郭家琪醫生幫我們看看 但是他是什麼的 不好意思 你說 我們想說一下 這個郭榮鏗 其實今早 他不可以說今早 其實他跟著也有 好像一個在麥克風上面 有說回自己為什麼 他說 他自己說 他沒有濫權 他說在這個會議上面 這麼多次 他不應該叫做主席 在這個選內會的主席 應該說是這個會議的主持人 那麼他就說自己 他有按著議事規則 去主持這個會議的 議員可以在這個內會會議裡面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是的 怎樣的選舉過程 表達什麼意見 什麼東西都可以 他沒有 我沒有騙殺你們 在會議上面發表 你們的委論 的權利 發表了幾個月了 老闆 是啊 講來講去都 好 到你繼續 他繼續 但是完全就不去 他更加受了孫主席的權力 是啊 他又再 禮橫節曲講些什麼呢 就是說 哎呀 要譴責我 很容易 每天都有人譴責我 又怎樣怎樣 就是 一種 好像催我不像 那種態度 他好像 那種感覺是很討人討的 那種眼泛了少少雷光 好像很無奈 譴責我 還是怎樣 又說什麼 我沒有啊 其實我運用了議事規則 還是怎樣 去玩盡議事規則 那我再 哎 郭榮鏗打給你 不好意思 誰打 叫他不要打字 我們 郭榮鏗還有什麼 說 我們聽完郭榮鏗 他怎樣去狡辯 先 我們再一起 發炮 說他 是怎樣 郭榮鏗再說 他說 要解決 他的 狐狸尾巴 開始 他就說 解決內會的爭議 所以需要大家的集體智慧 希望 建制派 除了指責他 他在那個麥克風前面說過 說建制派手指指 除了手指指 指責他之外 亦要怎樣 虛心 聽一下 民主派 在會上面 反映的民意 為什麼 他有民意 但是 建制派的意 是啊 沒錯 建制派 建制派代表了 他們的選民 或者他們的民意 那不可以表達的 是不是 那他就再說了 了解 要了解什麼 要了解這個政治問題 怎樣在政治解決 而不是用議事規則 和程序解決 我想說一下我的意見 我聽完他這樣說這句 現在 是在選這個 內會的主席 是不是 那關什麼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什麼事 其實你一定要選了一個主席出來 跟著之後呢 就是再有些議案 你再安排 你不是由得議會空轉 現在他是令到議會空轉 那其實是否有其他目的呢 或者 其實是否應該 找一些建制派議員出來 去再次去譴責一下這個人 每天 就是你怎麼說呢 言論的機器 不在建設力量這一邊 但是呢 都有方法可以做的 好像陳健波 波叔 他出了很多條片 非常支持他那幾條片 那他出來說 說這個 郭榮鏗的不是 那 其實大家都看到 這個郭榮鏗是玩東西的 那究竟他玩東西 有沒有民意基礎呢 我告訴大家 就是很不好意思說一句 他玩東西是有民意基礎的 但是 玩得太過分了 這次 那有些人是想香港死 那樣 那大家看得到的 那如果他覺得 一條法律都不通過 都沒有影響的話 那他們就繼續玩下去 是不是 其實到最後 玩東西的人始終都會玩借自己的 我覺得 是不是 你到九月的時候 已經再選舉了 是不是 現在 現在都剩下五個月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 玩了六個月裡面 有六個月 立法會有很多條條例 是通過不了 或者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是六個月做不到 這些人 是不是出糧那方面 都要扣一些 是不是 那 還有說回 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講這個 叫做 首席大法官 這個馬道立 之後呢 就另一位要上場 其實呢 根據這個 《基本法》的73條裡面來講 立法會議員 是一個叫做憲政責任 是要同意 接下來的首席大法官 一定是要同意的 接下來的這個首席大法官 是同意他做的 如果呢 可以這麼說 內會如果現在都還未成立到 還是怎麼樣呢 到時候呢 有機會呢 1月1號的時候 沒有新的首席大法官出來的 因為他們還未同意 那他就做不到 就任命不到 嗯 但是你要等到他選舉之後的事 這裡都是 這個都要再去看看究竟是怎樣 其實呢 《經文聯》的梁美芬呢 他都有講 他有講 其實很多法律界的人呢 都不認同郭榮鏗呢 用這一種的攬炒形式 令到議員呢 沒有辦法履行他們的職責 如果內會繼續停擺的話呢 都有講過了 這個立法會下任的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呢 都有問題 接下來呢 他們都會想著 用一些叫做政治呢 或者法律的途徑方面呢 例如怎樣提出 對郭榮鏗呢 提出這個不信用的動議 還是怎樣的 這一方面呢 看看要怎樣做 如果剛才所講的 阿肥仔傑那些什麼 網上聯署呢 梁美芬現在這個 尋法律途徑 或者怎樣去 在這個 立法會議員 那些規則來講 怎樣都好 隨著這些方法 對比這些叫做網上聯署呢 又用得多 這裡呢 我們是值得一讚的 馬勁你怎麼看呢 這個 這個 這樣玩法 你這樣 由去年十月 玩到現在四月 還未選出來 真是非常浪費時間 浪費錢 一定要用這個 剛才說 不信任同意 算是叫DQ他 是的 這樣是正確的 其實走回整個程序 有理有據 有法 有法可依 這樣就 做事就容易些 不會被人 叫做有把病 或者笑病 是不是 雖然 其實他們的議員數是夠的 他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到 對這幫泛民的制約 和監督的 嗯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都未做到呢 就是我可以 我的猜測就是 有些 有一部分 那些 毒蛇呢 都是裡面 根本上都是不想搞好那件事的 都是想搞好那件事 有些建制派毒蛇 在裡面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 粗淺的看法 不一定是真的 因為沒有可能 搞了那麼久才說 要不信任同意 嗯 三個月就應該拿出來 不過那時候說真的 三個月的時候 社會真的動蕩得很厲害 那現在開始 社會回復回到正軌了 就做回這些事情 那我們都不會 苛集建制派的議員的 為什麼呢 不會 不需要 因為我們覺得 始終你要給一些時間 和空間 建制派的議員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他們都要凝聚他們的支持 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就是讓他們做 他們是正版政治 搞政治運動的專科 那你就讓他們搞 我們不懂 我們不懂政治 我們不懂政治 我們那個看法簡單一點 就是 如果不是必要罵的 就不罵 是嗎 是 或者做得對的 或者那個方向是 方向對 方向對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這位郭榮鏗 其實他對著西人 就好像狗蜜 那樣的 大家記得嗎 他說為了節代 有些叫做 是的 英國那兩個 還有一次英國 就說 你講得好像貴賓一樣 我陪你吃飯 所以沒有空開會 對不起 對不住 是不是 原來 在他們心目中 就是 嗯 我就不敢說 他是怎樣 但是 對對對 是有差別 東南北那隻 東南北 那隻 東南北 他那種囂張 那種態度的感覺 真的很令人氣憤 歡迎建制派譴責他 是嗎 又認為建制派不明白 現在內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要聆聽民意 哇 即是 將那個問題 一下子推翻給人 歡迎人家譴責他 真的 我都 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何君堯呢 就在這個 叫做 會議期間 就指著他去罵 就跟著被趕了出去 還是怎樣 我才覺得 如果我是何君堯呢 我都會忍不住這樣做的 那這個 我們都 要向何君堯 做個 給他個讚他 給他讚他 沒錯 周浩鼎有些什麼說呢 就說 疫情之下 就植壓了大量的案件 要處理 當然呢 也都牽涉很多反修理的案件 他很希望 這個叫做張舉能 可以繼續 這個中審法院首席法 法官 馬道立之後的工作 例如延長法庭的時間 增聘人手 或者研究成立24小時法庭 可以處理這個案件 對於這個內務委員會 這麼多個月來 還未能夠選出政府主席 他就批評反對派 就是這個反暴派 就是這個反暴派 就把這個事件 就政治化 其實郭榮鏗呢 都暗示了 或者都可以說是暗示 政治化就政治化咯 你們不聽民意嘛 就政治化咯 認為主持會議的郭榮鏗呢 為了政治目的 就是令到這個內會 就停擺 就是這個不負責任的 真的 都說得很對 真的停擺 剛才社長所說的就是 咦如果會不會是 通過了內會的政府主席呢 之後才再逐樣逐樣 就是你們想怎樣 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呢 才再開很多個不同的會議 或者很多件事出來 再去討論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 就將整件事停擺 但是他們現在 郭榮鏗呢 或者他們這個叫泛步派 他們的角度就是 不答應什麼訴求 不答應什麼 就繼續在這裡鎖住 不讓他動 阿嘉先生怎麼看呢 對於他這個 他好像奈去不和那些 他們這幫人很會玩這些 因為他是律師 律師的本能是專門玩這些 我記得他對阿波叔 那些趕過人出場 這樣 基本上他是事無忌憚的 但是這樣說 他這樣做 不過是為了 撐回他黃人的票 但是我覺得 隨著 隨著香港的經濟情況 越來越差 他夠不夠膽阻礙現在 政府派錢 會不會 我不知道他來會有沒有 這樣也不出奇 你想想想 你要明白他的 票員的來源結構 其實是那幫中產 但是 有相當的部分中產是很明顯的 家產 你記住 是呀 但是 其實他求來求去 他求了三成票 沒錯 比例代表就是這樣 是啊 但是他這樣做到最後 會害他自己的大哥 究竟 他們說來講 他說 我有二百萬人幫你 但是 但是會火燒自己 我覺得他沒有看得那麼遠 真心說 他現在就是 最重要是當選多一次 你看高了他們很多 他們不會看得那麼遠 最重要 就是幾個月後 有當選 五個月 是吧 就去操作 當選了再講 先倒閉 每個月 雖然他們 所謂收入有限 這句聽到還生氣 這句聽到還生氣 其實很多 其實他們不明白 他們已經是 整個社會上 是金字塔 差不多是塔頂 最頂層 還說自己 還說自己 收入有限 他這些不是謙卑 因為他的銀碼 是大家看得到的 擺明看得到的 而且他們這幫人 一些好事都不做 是 捐錢給黃店 他捐錢給 什麼黃店 黃色招牌那些 黃色招牌那些 黃色招牌那些就行 黃色招牌那些 黃色招牌那些 按鐘仔就已經捐了 全部都是我市鄭文記 鄭文記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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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這些 他們 referral 就是 那些referral 全部都是 By Mr. Jang 是嗎 其實 為什麼他們說 他們的收入微博 其實有原因的 我告訴大家 我自己知道一些 哦 因為他每 其實那份工 每幾年就要再選一次 那他選舉的時候 他要拿百幾二百萬出來 駁一局 每次都會 還有 他們 例如 那個叫做 CK豪 射定 是 他 他們要 上繳給公民袋 真的要入些錢 那個公民袋 那可能 他幾乎 他幾乎就不知道 可能不多 就是我的估計 黑甲都好像要幾乘 那他黨給了一個平台 他們扣一些錢出來 都是合理的 最應該的 我告訴你 黨給了一個平台 扣一些錢出來 都是合理的 但是 你想一想 如果他們這幫人 其實他們選舉 是不是真的贏了呢 九月的時候 我想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都不認為自己贏了 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贏了 就不會搞這麼多小動作出來 他們一定 現在他們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困緊 那些范步友的票 基本上就是那些 那時候說要攬炒那些人的票 所以現在做什麼都是 向這個方向做 就是一定要攬炒 但是我想他們看錯事了 這次 因為到了一個位置 現在攬炒已經真的損害到 他們普通人的生計了 那究竟那些損害了普通 就是生計被損害的普通人 會不會這麼聰明 反彈有多大呢 會繼續投他們呢 其實 我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因為 驅選呢 是一個指標 我覺得 但是 驅選 有一件事大家要看一看 那個數據 其實 建制派是拿多了票的 其實那個比例呢 不是真的差那麼遠 是55比45 只是那些選區那些分佈啊 各方面呢 使得建制派輸的 嗯 那 那你究竟45% 是不是可以說會輸掉那些議席呢 如果建制派 就是出一些重點的人出來 重點大家 政治人 大家認識的政治人去投 去給香港市民去投票 去投他們的話 那建制派不會輸得很厲害的 那當然了 那邊緣人物 現在當然是出來做一些奇特的事情 那我們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去做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 你應該理解了 是不是 如果你是 什麼方面都玩一下 什麼方面都玩一下 就是你要簽一下名 那些我支持一下 那些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其實 大家明白 你要看不同的建制派議員 會有不同的取態的 就是你好像 那個 那個 我都不記得 講到後邊 那個講得很好的 講話 他自己YouTube頻道 那個魚龍界那個 何俊賢 何俊賢 他講得很好的 其實他 他那種看法 跟我的看法是很類似的 就是我自己 是 不過今次時間差不多 今次時間差不多 是啊 不過 大家留意一下 你就會知道 哪些人的選情是有危險 哪些人的選情是沒有 沒有危險的那些人呢 講話會比較溫和一點的 選情有些危機的人 他就是會講話 講得很激 他就是要吃那些 心藍的那些票 就是這樣 那些激的那些 或者是心黃 你如果看回泛部那邊 就是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很穩陣那些人 他們說話很穩和 永遠都是選情出問題 就變激 就是這麼簡單 這一種 這一種是 香港政治生態的問題來的 是暫時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一種 比例代表制 就會衍生這個問題出來 是 好 好 今次時間了 拜拜 拜拜